這個設施也比較齊全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呢? 難道因為他們租得便宜一點? 私人單車每個小時的租金是3-5元 跟公共自行車相比只會更貴 不過重要的是 這裡的自行車款式多造型新穎 而且專門針對遊客擁有雙人 甚至三人同踩的款式 非常符合遊客的需要 相比之下公共自行車款式單一 功能亦十分之簡單 這個方便嘛 比如說有一台車停在這裡 我們就沒有壓東西這些 我們都可以注意它 比如說有時候可以壓證金 也可以壓錢 也可以停車 也可以不用壓東西 方便我們這裡還要違法 比如說車費了 大電話我們用它來修好 拿回來這些 公共自行車推出的最初目的 的確不是針對遊客 而是作為接駁最後一公里的交通工具 那麼大學城的主任 各位大學生又為何會放棄了他們呢? 在大學城的學生宿舍區 大批的自行車就這樣擺在宿舍樓裏面 可見還有不少學生 將自行車當成代曝工具的 主要大學城裡面 如果要出去買點東西之類的 學生上課要半天的時間 如果在兩點之間 不可以方便租車還車 那麼每日的租金 話少都要十元八元 一個月就是兩三百元 而一部普通的自行車 都是這個價錢 款式還很多 四年用完還可以折價賣出 這筆數應該很容易計算的 大學城的公共自行車 既不可以滿足遊客的政治需求 又不符合學生的基本利益 要令到公共自行車在這裡起死回生 看法就要根據市場需求 重新規劃定位 廣州電視記者余蓉報導 公共單車經營困難 除了定位有問題 經營方式也有待改進 由譚耿昆說一下 體育西鐵鐵站主出口 是廣州第一家參與公共自行車 租有業務的民企服務點 林先生在這裡手作五年 那你們之前的工資結了沒有 沒有 你有錢給錢的大佬 是吧 那你被人抓了多少 我有成兩三年 整個公司一個月 靠單車租入收入 不到一千元 燈油火納人工全部倒貼 跟著就又拖又欠 林先生的原僱主因為欠債過多 去年官司前身 公司還未最高人民法院 列入失信企業名錄 最近現在有新公司接手 不過租車業務仍然清淡 廣州的公共自行車租入 是從2010年開始的 布點在BRT原線 大學城和地鐵原線 分別由三家公司經營 資金一共投入一億多元 財政補貼三千萬 以日最高有兩萬六千人次租車 那又賺到多少回來呢 租令收入累計僅約93萬元 嚴重的虧損 這個主要原因是第一小時免費政策 導致租令免費率高達了99.98% 大借租入第二小時開始計1元 第三小時開始計2元 一月30元封頂 市民出行便利了 不過收益太低 令整個項目成為企業的負擔 財政的包袱 我們將研究制定符合廣州市實際 且滿足市民出行的票價體系 通過適當的收費共感條件 公共自行車系統和其他交通出行方式的合理比重 以及公共自行車系統自身的供需平衡 市交易表示會考慮利用租入點和公共自行車車身廣告 來增加營收達到收支平衡 另一方面廣東自貿試驗區 南沙片區掛牌在職 融資租入業應來勃勃生機 有人期待公共自行車項目 從中找到機遇 在經營上的 那麼我們初步投入 初次投入的時候 包括我們購置這些單車 還有這些設施 應該發揮融租租賃方式的作用 減輕財政一次性投入 另外還可以用我們辦卡的押金 那麼作為我們啟動資金 公共自行車是城市萬行系統的一道亮麗的風景 不過風景不是花瓶 要有效益才可以長久持續下去 讓更多人受惠 廣州電視記者譚錦斌報導 踩單車出行 低潭環保又有益健康 不少人都支持 問題是市區可以放心踩單車的地方就不多了 一起跟隨記者金營靈去看看 在體育西路地鐵站 租出口的公共單車租任點 記者想用楊承通租一部單車 工作人員就說 楊承通的支付系統正在升級 現在只是收現金 租金在一個小時三元 外加三百元押金 如果可以通的話 其他地方都可以 租了車 記者踩單車一路向南 記者開看有西路租了一部單車 經過東風路 一直踩到廣州大道這裡 一路上是沒有見到 在機動車道上畫出的單車道 大部分時間都只可以踩在人行道上面 然後到的紅磚 是令到踩單車的人會踩得很不舒服 一路上不時有行人抱怨 為何自行車可以踩上人行道 導致記者有點尷尬 不過相比在機動車道上 踩單車的危險重重 記者決定忍了它 來到廣州大道這裡之後 就看到人行道上面有這種綠色的單車路道 但是走在上面的行人就很多 踩車的時候要不斷地避讓行人 繼續向南 上了廣州大橋之後 橋上面有鐵馬隔出來的單車道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條廣州大橋的 在這個自行車道 位置比較窄 只有可能米五的距離 如果當行人或者兩部自行車 一齊出現在橋面上的時候 就會互相避讓比較危險 當遇到落單高峰期的時候 行人一多 這個位置就更加不夠了 中間火車的氣勢 主幹道上面車子流量大 既然一邊踩車 一邊要忍受坡面而離的汽車尾氣和陽層 再加上頂著大太陽 奇行的感覺實在不多 從廣州大橋下來之後 就到了林江大道 這裡的空氣質量比剛才 是明顯好了非常之多 再加上這裡的江邊的美景 確實來到這裡就可以令人覺得很悠閒 如果平時踏著單車來這裡走走 就會覺得心情輕重很多 附近居民地區 就說習慣了短距離的踏車出行 看來如果環境好道路信 市民是會主動選擇慢出行的 所以廣州越大力推行慢行系統的建設 交通和環境的配套很重要 廣州電視記者金宇齡報道 有路才能走 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 現在廣州要建設慢行系統 到底能不能有一條安全又好走的路 讓大家可以放心地慢行呢? 繼續看下去 廣州有很多單車道在一人行道上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單車道都截著 於是否有些市民就說 這樣的單車道好看不要用 人行道上面的單車道不要走 大馬路上面的單車道同樣是問題多多 對這一點 一路自力宣傳推廣單車出行的環保大人陳嘉俊 就感受最深了 在路邊踏單車道 哪怕有單車道 但是有時候巴士會入站會拍片 的士 上客又是突然間在你前面衝上來 其實雖然說沒有 未知外會撞死人 但是都會提心吊膽 踏單車是肉包貼 如果連安全都保證不到 有誰敢踏車出街呢 嘉俊就說 現在問題的正結就是 路權不夠清晰 他希望有條件的話 最好在兩米闊的單車道 再用保證立體空間來侵佔 據了解 廣州今次的萬行系統建設 就有考慮 要為單車道裝上防護欄 而專門研究 公共自行者規劃項目的李珊珊 吐槽的就是單車道的另一大環質 李珊珊就說 建設萬行系統 要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形成專用度的通行網絡 尤其是要注重細節 過街流量特別大的地方 我們就建議 將整個交叉口都抬升起來 這樣確保行人和自行車 過街的安全 始終但成建項目 公之委的委員 也都有類似的人性化建議 比如說盡量在陰涼的地方 畫單車道 一番部門表示會充分考慮 這樣看來 將來市民 不用再為廣州的萬行系統煩惱 因為出行 只會更加方便舒適 廣州電視記者報道 下面來看看今晚的今日報道 有些問題